还原了白色底层之后 这一步要还原中间第二层 看一下我手上的魔方 第二层有四个中心块 分别是红 绿 橙 蓝 有四个龙块 分别是红绿 绿橙 橙蓝 蓝红 因为中心块不会互换位置 所以将四个中心块颜色对齐底层之后 我们实际需要还原的是四个龙块 在正式开始还原之前 我们先学新的手法公式 在上一节还原底层脚块的时候 我教了右手手法 四步的上 波 下 回 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四步反过来做 步骤是拨上 回 下 右手食指拨动一下顶层 右手把右层往上转 左手食指把顶层拨回来 右手把右层往下转 我把魔方做一次上 波 下 回 我把魔方做一次上 波 下 回 我叫它右手第二层公式 学了右手的第二层公式 接下来学习左手的第二层公式 用左手做波 上 回 下 左手食指拨动一下顶层 左手把左层往上转 右手食指把顶层拨回来 左手把左层往下转 完成一个四步的左手第二层公式 可以发现 左手和右手的第二层公式 是一个镜像的状态 步骤是一样的 只是左右手互换的而已 当我们掌握了左右手的第二层公式 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始第二层的还原 为了便于讲解 我把顶层四个黄色轮块 装到魔方里面 观察魔方可以看到 顶层有四个黄色轮块 而第二层的四个轮块 是没有黄色的 所以当我们在寻找第二层轮块的时候 就有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 我们要找不包含黄色的轮块 例如这个红蓝轮块 红绿轮块 就属于第二层的轮块 当轮块包含黄色 例如这个黄蓝轮块 黄红轮块 那它就是第三层的轮块 不是我们要找的目标轮块 把魔方第一层复原好 白色放在底面 再观察顶层轮块 我面前这一个轮块 有一个颜色是黄色 所以不是我要找的第二层轮块 魔方转体 观察下一个轮块 是一个红蓝轮块 没有包含黄色 所以是我要寻找的第二层轮块 找到之后 转动下面两层 把侧面的颜色和中心的颜色对齐 红色的侧面对齐红色中心块 形成一个倒过来的大写字母T 把这个倒梯正对着自己 然后观察轮块顶面的颜色 这时候可以出现两种情况 轮块顶面的颜色 跟左边中心块的颜色相同 或者跟右边中心块颜色相同 我手上这个魔方 轮块顶面是蓝色 中心块的颜色是左蓝 右绿 所以是跟左边中心块的颜色相同 这时候做一次 左手的第二层公式 左手的拨 上 回 下 做完之后发现 在底部的白蓝红角块 移动到顶层 并且和红蓝轮块 组合成一条一层二的柱子 接下来 把魔方横向转体 把脚块的白色面 也或者说侧面蓝色中心这一面 转体到自己面前 接着做一次右手第二层公式 右手的拨 上 回 下 做完之后发现 一层二的白蓝红柱子 转回到下面两层 白蓝红角块复原回去 红蓝轮块也从一开始的顶层 正确复原到了第二层 蓝色跟蓝色相连 红色跟红色相连 这个轮块就算复原好了 然后是另一种情况 轮块顶面的颜色跟右边中心块的颜色相同 我这里找到红绿轮块 对齐了红色面的倒梯 轮块顶面是绿色 跟右边绿色中心块颜色相同 这时候做一次右手的第二层公式 右手拨 上 回 下 昆察顶面 组合好一条一乘二的白绿红柱子 接下来把模方横向转体 把脚块白色和绿色中心这一面转到前面 接着做一次左手第二层公式 左手拨 上 回 下 做完之后 一乘二的白绿红柱子转到下面两层 白绿红角块复原回去 红绿轮块也正确复原到了第二层 这个轮块也复原好了 总结一下这里的步骤 第一步 把顶层布含黄色的轮块正对着自己 转动下面两层 对齐前面的倒梯 第二步 观察轮块顶面的颜色 判断顶面的颜色在中心块的左边还是右边 第三步 做侧面中心那一边的第二层手法 第四步 魔方横向转体 把侧面中心正对着自己 第五步 做另一只手的第二层手法 把以上五步按顺序正确做完 就可以把找到的轮块正确复原到第二层了 这里讲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步骤一和二是找对第二层轮块 并且放对位置 准备开始还原 步骤三四五是复原轮块 在这三步里面 左右手的第二层公式都要做一遍 具体哪只手先做 取决于顶面颜色对应的侧面中心块的位置 中心块在左边就先做左手 在右边就先做右手 再做完第三步 一定要进行第四步的转体 如果没有转体 直接做第五步 不仅不能复原对齐好的一层二柱子 还会打乱另外一个白色角块的位置 除了标准情况 还原过程中也会出现特殊情况 第二层还没有还原好 但是顶层四个轮块都是包含了黄色的轮块 没办法使用标准情况还原第二层 但是处理方法也不难 接下来我就来讲一讲方法和原理 观察一下我手上这个魔方 顶层四个轮块都是黄色 第二层只有一个绿层轮块 好像正确 蓝层轮块虽然位置正确 但是方向180度反过来了 红绿轮块和红蓝轮块的位置需要复换 首先选一个错误的第二层轮块 放在右手边 我这里选红蓝轮块 这时候我们可以先记住红色倒梯的轮块 是一个黄蓝轮块 这时候先做一次右手第二层公式 右手拨上回下 转体到脚块白色面对着自己 做左手第二层公式 左手拨上回下 做完之后观察魔方 刚才的倒梯黄蓝轮块移动到了第二层 同时把红蓝轮块挤到了第三层 两个轮块互换的位置 然后就是复原这个红蓝轮块了 对齐蓝色倒梯 红色中心在右边 做右手第二层公式 右手拨上回下 转体到右边 做左手第二层公式 左手拨上回下 还原好红蓝轮块 同时把红绿轮块挤到了第三层 然后对齐红色前面的倒梯 顶面绿色中心在右边 做右手第二层公式 拨上回下 转体到右边 做左手第二层公式 拨上回下 还原好红绿轮块 现在只剩下一个蓝轮轮块还没还原 它的位置是对的 但是方向是错的 还原方法跟刚才一样 把它放在右手边 先做一次 右手第二层公式 转体到右边 做左手第二层公式 就可以把这个蓝轮轮块移动到第三层 接下来就是方法一到五的步骤了 对齐倒梯 判断中心块颜色在右边 做右手第二层手法 转体到右边 做左手第二层手法 还原好蓝橮轮块 当蓝橙 蓝红 红绿 绿橙 四个轮块都还原好 第二层就还原好了 接下来 我用一个普通魔方做一次实例 先在顶层找不还黄色的轮块 找到一个红绿轮块 对齐绿色面倒梯 轮块顶面是红色 红色中心在左手边 先做左手第二层手法 转体到左边 白色对着自己 做右手第二层手法 还原好第一个红绿轮块 然后找第二个轮块 是一个橙蓝轮块 对齐橙色倒梯 轮块顶面是蓝色 蓝色中心在右手边 先做一次右手第二层手法 转体到右面 白色对着自己 做左手第二层手法 还原好第二个蓝橙轮块 找第三个轮块 是一个绿橙轮块 对齐橙色倒梯 轮块顶面是绿色 绿色中心在左边 做一次左手第二层手法 转体到左面 白色对着自己 做右手第二层手法 还原好第三个绿橙轮块 最后一个红蓝轮块 在第二层 但是没还原 把它放在右边 做右手第二层手法 转体到右面 做左手第二层手法 把红蓝轮块挤到第三层 然后对齐蓝色倒梯 顶面是红色 红色中心块在右面 做右手第二层手法 转体到右面 做左手第二层手法 还原好第四个红蓝轮块 把第二层四个人块 都还原好了 第二层就还原好了 然后打下来 再加进 second层手法 太会 嘛 是不是 不脅 James 转人